行為心理學家已經認同 狗和貓對人的心理健康有正面影響 而且可以減輕壓力 提高生產力 隨著職場文化的轉變 有越來越多的企業 允許員工把寵物帶到辦公室 還發現讓寵物在公司裡好處更多 員工壓力減輕 提振生產力 還可以建立更好的客戶關係 三年前食品製造商雀巢旗下一家寵物食品公司 在英國實施寵物到辦公室的政策 發現允許狗狗與主人一起工作 不僅可以提高員工士氣 職場工作關係 工作與生活的平衡 以及減輕壓力水平 事實上 雀巢瑞士總部擁有一千多名員工 已經有超過一百名員工參與計畫 將他們的狗狗帶來公司 幾年前 美國維吉尼亞聯邦大學就做過一項實驗 發現當狗在附近時 人們的壓力會減輕 研究人員取得一家公司員工的唾液樣本 並觀察壓力荷爾蒙的含量 結果顯示只有與狗一起相處的員工 在一天結束時 壓力荷爾蒙水準較低 研究人員認為 當撫摸狗時 壓力荷爾蒙水準不僅會下降 還會產生更多催產素荷爾蒙 讓你感覺更放鬆和快樂 倒嶄之為兩個人在慶祥 以叢止 lui行成功 自衛所之間是 原來的 através以當酷 Cub或贏